今堂我們講一下形容詞和副詞 形容詞很簡單 我們從小學學到現在 最簡單的beautiful, ugly 這些字眼就叫形容詞 形容詞是用來形容一個名詞 形容詞用來形容一個名詞 所以beautiful 什麼好美? 花很漂亮, beautiful flowers 很醜樣的衣服 這件T-shirt真是很醜樣, ugly 很簡單 但今天我們先去看看 其實有一些深一點的形容詞 或者是有一些我們未見過的詞 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辨認 究竟它是一個名詞 還是一個形容詞 今天首先看看一些所謂的字根 原來我們怎樣看一個字的詞性呢 很多時候是可以由它的字尾來判斷的 以下這十幾個字尾 其實我們只需要將它們加上去 譬如第一題這個 譬如第一題這個 什麼什麼? bo 原來我們只需要將一個名詞 或者一個動詞 例如這裡 comfort comfort 一個名詞 只要將它加一個 a b l e 在後面 那就已經變成了一個形容詞 這個其實我們一路一路教下來 其實認識一個字的詞性很重要 不單止是令到你作文 寫字的時候會有幫助 reading comprehension 我們講過很多次 填充題其實考很多很多 你對詞性的認識 究竟我需要找一個名詞 形容詞 還是動詞 我找到一個名詞之後 發現不適合 其實這個填充應該用一個形容詞 我懂不懂得把它變成呢 這些都是我們在reading 和在writing 其實我們很需要懂的東西 以下這裡有11個 ok 這些全部全部 我們只需要把它加在最後面 ok 其實如此類推 就已經將一個名詞 或者一個動詞 變成一個形容詞 所以回想 當我們看一個reading comprehension 當我們看一個閱讀理解的時候 ok 我們都只是 我們要猜那隻字 我們覺得那隻字是答案 ok 我怎樣猜它是一個形容詞 或者猜它是 它不是一個形容詞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看它後面 字尾的最後 ok 有沒有以下的這些字尾 ok 好了 那練習2這裡 我們要學習 就是怎樣將括著的名詞 或者是動詞 括著的詞 總之 ok 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形容詞 ok 先可以試一下 給你一個例子 ok 分是名詞 如果它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應該是一個funny story ok 好了 接著 我們怎樣由一個形容詞 變成一個負詞 ok 好 我們都首先講一下 呼詞 其實 是甚麼來的呢 ok 那 經常都會聽到老師講的 呼詞 就是形容動作 甚麼動作都要形容的嗎 ok 這個呢 同學仔 可能那個概念 因為中文呢 我們不會特別去講 怎樣形容動作 或者形容的人 都是形容 ok 在中文來講 這些都是形容 ok 但是呢 在英文就分了兩種種類 ok 所謂的副詞 所謂的副詞 在這裏呢 在這裏呢 我們是講的 整天我們都聽到的 所謂加LY的字 ok 所謂加LY的字 那其實這些字 這些字眼呢 ok 其實是 告訴我們 ok 其實主要是告訴我們 我們怎樣做那件事 ok 我們怎樣做那件事 ok 例如 Peter Peter Put Down The Cup OK 好 Peter呢 放下個杯 OK Peter呢 放下個杯 怎樣放 OK 用手放 不是在講這件事 OK 而是他放的時候 OK 放的時候 那個狀態是怎樣的呢 OK 例如我想說是 他很小心地放 因為不想打爛 OK 因為不想打爛 OK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 How to do ok 那副詞 除了講How to do ok 就是LY的字 其實呢 另外一件事 ok 另外一件事 其實我們都不太知道那些詞是什麽詞 ok 就是譬如昨天啦 明天啦 ok 譬如這個呢 你猜一下我寫了一個什麽時式的句子 ok 這裏沒有第三身單數的 那這個似乎是一個past tense來的 是吧 ok 好了 那這個past tense 就是什麽時候發生的 那我們要告訴別人 是吧 ok 好 yesterday 是吧 原來 原來 這些字眼 ok 今天呀 明天呀 昨天呀 這些字眼 其實全部呢 都是一些的副詞來的 所以副詞呢 其實 不是大家只是在想 就是 就是 ly的字 ok 還有 除了when to do 我們還可以說 有多常做 ok 例子就是 ok 我們經常在句中裏面用的那些 usually sometimes always 其實他們都是副詞來的 因為這些都是在告訴我 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幾時做 有幾常做 是怎樣做 ok 那這些呢 其實全部和動詞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歸納了它來做副詞 ok 而這裏呢 很快地教你 就是 加ly的規則 ok y字尾的東西 要變ily 有e字尾的東西 我們插走了e 就這樣加y就可以了 ok 如果是一些 特別小小的字眼的 ok 那我們就會把這些字 整個就是改了去的 整個就改了去的 好 那有些字本身是ly ok 有些字本身是ly 那其實呢 它就不會再變多一個ily的了 那譬如early ok early 那不用說early的了 是吧 那這些呢 又是形容詞 又是副詞 這樣的意思的 ok 特別要留意的呢 其實是c字尾的字 ok c字尾的字呢 其實大部分情況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ic字尾的 ok ic字尾 ok 那這些字呢 其實不能夠只加ly的 ok 不能夠只加ly的 ok 那會加了ally ok a l l l y 這個呢 要特別留意的 好了 這一課呢 最後我們需要留意的呢 就是 其實有一些的形容詞呢 當它們變造了副詞之後呢 其實呢 兩個字呢 根本是不同的 ok 不要以為加了ly ok 就是以前老師呢 就是教 由什麼的 變成什麼地 ok 那原來有一些的字眼呢 其實就不是這樣的 ok 原來就不是這樣的 好了 以下這個表呢 就是某一部分這樣的字眼 那我們呢 抽一些呢 我們其實經常都會用 又會很容易用錯的 一些的 嗯 形容詞轉做副詞的時候呢 我們呢 一些的 誤解 ok 那首先呢 第一個一定是這個 ok 就是heartly ok heart 呢 原先呢 可以是勤力啦 或者一些東西很硬啦 或者一些東西很辛苦啦 ok 那 我們呢 都可以呢 就是用heart這個字的 但是heartly呢 其實只有一個意思的而已 那這裡有個英文 都好像很深喔 ok 那我們呢 我們用一個簡單一點的字眼呢 嘗嘗去講這個heartly ok 我會呢 寫成這樣 almost cannot ok almost cannot ok ok 那 或者是幾乎做不到啦 幾乎不做啦 ok 那我們就會用heartly的 ok 我們就會用heartly的 ok 那 有一個笑話呢 那 我在一個校長身上聽回來的 ok 那 這個校長呢 就說 ok some teachers some teachers work hard ok ok some teachers heartly work ok ok 好了 那 這兩句說話呢 基本上呢 反映了下 兩個極端的老師 ok 第一句說話呢 是有些老師呢 他們很勤力工作的 ok work hard 我想大家都一定懂的 work hard 很勤力工作的 ok 那什麼叫做heartly work some teachers heartly work ok 差不多 不行啊 ok 又或者幾乎 不做啊 ok 那就是說呢 有些老師heartly work 就是有些老師呢 基本上就不做事的 ok 這樣呢 我們就會呢 就用到 這個 字眼了 ok 好了 跟著 另外一個呢 我們 經常呢 都是誤解了的 就是heartly 這個字 heartly 這個字 heartly 其實是非常之的意思 非常之的意思 那我們經常呢 都會用一個 的 ok 我們經常都會用一個 expression 就是highly likely highly likely ok 就是說呢 可能性是極大 ok 可能性是極大 那我們呢 就會用到 這個字眼了 ok 好了 跟著 ok late 和lately 也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ok late 就是遲到 ok 但是lately呢 其實是解最近 ok 所以啦 你作文的時候 不喜歡用recently 老師呢 經常都叫你 不要再用recently ok 用下其他字 其中一個可以用的 就是lately ok 好 另外一個nearly nearly ok nearly呢 其實和heartly 可以說是剛剛相反的意思 ok heartly呢 是幾乎做不到 ok 幾乎不做 ok 幾乎不做 ok 但是nearly呢 是差不多 做到了 ok I'm nearly there I'm nearly there ok 經常聽到別人這樣說 ok 就是說 我快來得了 ok 不是快來 可以說快到的 但是這個呢 我快去到那裡 ok 其實呢 意思可以很多層面的 ok 可以是說 我快來做到這件事了 我快來 儲到 足夠的錢了 你都可以用 I'm nearly there 這個句子 的 好 short和shortly 又是很不同的 ok short和shortly short是很短的事情 但是shortly 原來是解釋 將會的事情 ok 好快就會完結了 ok 譬如說 現在的epidemic 這個疫情 這個傳染病 好快就會完結了 我們中國的官員 都個個都是這樣說的 ok it will end shortly it will end shortly ok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學習了幾個 就是主要 由形容詞 變成副詞 其實呢 他們的意思 會不同了 即是說 他們兩個 其實沒有一個對等的交換 ok 這個就是第二課 我們講的 形容詞 和副詞 要留意的地方